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節的漫迷早上的節目 來到第三節 晚一點的時間 這節的節奏可能會慢一點 為甚麼呢? 我們經常都說 Tankhark 經常都 今季帶領著漫聯看了幾場季節賽 感覺上比我們看到漫聯比較有隊形 以及 分工好像比較清晰了 但實際上是怎樣呢? 我也嘗試找一些相關的資料 在Twitter看到這位朋友叫Charlie 他寫了幾件事說他看到今年和以往的分別 我們覺得看起來很適合 所以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由於要有圖像 所以大家都看到 我現在要有一張紙在畫給大家聽 因為我現在大家都知道 不是在家 做很多事情都不太方便 不過我嘗試用紙和筆 跟大家說說究竟分別是怎樣的 Charlie總共有五點 要跟大家說究竟有甚麼分別 和去年 第一是Build Up Structure 由進攻方面建立 架構是怎樣的 Inverted Full Back 第二是內設的集位球員 究竟如何幫助 第三是Mid Field Dynamics 中場滾動上高有甚麼不同 第四是專門說Marsier 第五是Compact Shape 怎樣可以把整個陣式縮小 這就是我經常說的 關於怎樣可以overload 即是用人多欺負人少 去搶球回來的 首先說第一件事 就是Build Up Structure 想說甚麼呢 首先我們知道我們的龍門 第四是迪基亞 他就說 其實Tank�的Build Up Play 龍門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其實我們不說 我們都知道 他就說迪基亞 以往來說 在傳送方面 是蠻蠻蠻蠻的 但是你看到 在這幾場季前賽 他也有應該下過苦工 他的傳送比較好 但是我也記得 有一次電視也拍到 Tank�很像是罵迪基亞 另外 Tank�很需要 一些中堅 可以幫助他 去做傳送 所以譬如我們 應該來說 左邊中堅就是 馬千尼斯 馬千尼斯6號寫錯了 而右邊 我暫時估計 應該是隊長 或者是連特洛夫會做的 或者是華拉尼 可能是連特洛夫會做 馬千尼斯的帝堡 他們兩個在開龍門球的時候 都會明顯地拉開了兩邊 即是說 後面就有 三個球員去做一個傳送 而中場那裡有趣的 現在這幾場 如果有Fred有Tank 也是Fred做這個工作 就是在中場的中間 去幫忙做這個猜球 另外右邊就是習偉球員 一般來說就是Darlou仔 左邊就 有很大機會是馬拉西亞 或者是蘇爾 我們現在先寫著馬拉西亞 這個六人的組合 即是三三兩行 就是 我們曼聯 怎樣可以 在後場 猜球 去中場 去建立 進攻的架構 這樣的話 我們就看到 幾個中堅來說 當然 馬千尼斯 應該是 坦克最信任的 例如之前 在阿積斯的時候 包括八年特 天巴這些球員 都是這樣的狀態 他們就比較上 拿著球會比較穩固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第二點就是 他拿著球穩固之餘 也比較知道怎樣找到自己的隊友 例如 不如我用馬千尼斯做例子 他知道怎樣可以找到 或者怎樣找到 馬拉西亞 甚至乎如果有需要的話 他也可以找到 大陸字比較遠一點 現在來說 我們的中堅 現有的那群 未算馬千尼斯 麥加雅 好像也能做到一些事情 查理覺得他有些進步 我自己覺得 是穩固了的 但是是不是有些進步 都要上代觀察 另外華拉尼和 蓮特洛夫 其實都做得不錯 他在一個例子來說 看到有一球球 華拉尼 成功地把球 經過兩個守衛之下 經過兩個對方球員 傳給達洛茲 另外 說真的 如果以麥加雅 蓮特洛夫 和華拉尼來說 一個傳球向前 其實蓮特洛夫 相對來說比較優勝 但是我們也記得 其實 在這兩季 我們都看到不少的球 蓮特洛夫 甚至用一個長傳 傳到給福仔 去做一個進攻 不知大家記不記得 所以 其實 右中堅這個位置 其實暫時來說 競爭很大 還有 究竟我們 後防 建立 進攻那一下 能否做到 其實就好看右中堅的情況 好了 接著 他就會說 Invert Fullback 即是 無論是 右邊的達洛茲 或者左邊的 蘇爾 或者馬拉西亞 他們怎樣去幫忙進攻的時候 進攻的時候 其實 就是 我們經常要有球場的闊度 但是如果兩個集位 都會經常拉到好邊的話 那就太闊了 太闊了 有個好處 就是可以拉開 球場的闊度 但是不要說 太闊了 有時候找球員 傳送 就不容易 我用一個比較 這個是我自己說的 就是 你看到 哥迪奧娜 就真的是兩邊的集位 或者一翼位球員 拉到好邊 他真的要運用 球場的每一分每一吋 但是我們曼聯現在 Tank的打法 就是未去到 可以做到 用到那麼盡 他的做法是怎樣 就是 兩個集位球員 隨便一個 就會比較 內切 譬如 如果我們的進攻 在右路 大陸自果方面 有球的話 馬拉西亞會比較內切 一個內切的 的集位 相反如果左邊做攻勢的話 大陸自果又會做一個內切的情況 這樣 變了來說 又可以一方面做到球場的闊度 另一方面 例如我當作例子 馬拉西亞向前 我們馬拉西亞如果比較能去哪邊的話 如果左邊馬拉西亞能去哪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盡量運用多些球場的闊度 但是同一時間 如果大陸自果內切的話 變了第一 他跟左邊的進攻球員比較接近 換句話來說 傳球給他或者他接應 相對來說 比較容易 其實這個 我也很記得在幾場比賽中 我們也見過幾次 尤其是在右邊切入是比較明顯的 然後還有一個好處 萬一我們失了球的話 打陸自 放進來中間 幫忙做防守 其實都是容易了 所以 將來的事 我們如果陣式或者打法上越來越成熟 大家明白 可以在同一場中 用更多的複雜系統的話 可能就可以有機會用到剛才我所說的哥迪奧萊的招 但現在這一刻 看來我們都是 說真的 正所謂的初哥仔 都用回這一招 好像 這次攻守來說的平衡比較穩固 好了 接著就說中場的大複雜 我們先說中場 我們三個中場基本上就以Frett為首 剛才也說了 其實Frett 是一個 進攻的建立 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員 因為 很多時候他就要在後方把球傳上去 這個也是如果 假設 雖然現在機會越來越小 迪奧真是來的話 這個位置就肯定是迪奧的 OK 他前面一點點就是 雲迪碧 再前一點就可能是 班奧 或者 有時候會是 阿力辰也未頂 如果班奧沒有踢 這個進攻的三個中場 大致上的分配就是這樣 但是很多時候 雲迪碧和費特也會有機會換位 或者雲迪碧有時候是麥湯 總之有時候加密湯 或者 最後那場上陣的加拿也是這樣 所以來說這個中場的dynamics 分配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就是有變化 就是我在華力簡奧那場 好像是華力簡奧那場就看到一個變化 這個我記得我們在拍拖八角度也說過 就是說 如果我們同一時間出 班奧和 艾力辰的話 其實 Fat就會待後一點點 而艾力辰和班奧是向前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比較進攻的模式 那個中場的 變化動力就改變了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中場那裏 怎樣可以有更多的 暫時來說 不變之中的小變 就是這樣 但是 說真的 大家聽完這裏可能就會明白 為什麼 迪莊對於 坦克的踢法 那麼重要 因為無論是 從後場差到上高 或者他怎樣跟 兩個中場和前面的三個 攻擊球員的配合 都是很重要的元素 說真的 現在的Fat 做到的功力可能都是 非常有限 還有說真的 就算我們的剃補 例如 大家有很多朋友說的 Talemans 即是李承的Talemans 或者是 後城 Sorry Sorry 浪隊 浪隊的Rubinavis 可能在這方面 都未必有 力壯那麼好 所以為什麼 坦克要死追敵壯 曼聯又好像 明明是 機會好像根本不大 但都一直等下去 這麼微的機會都要等 看來就是這個重點 所以呢 我自己覺得 這個位置究竟怎樣解決呢 就是 坦克 季初 肯定肯定 最要解決的問題 OK 接著就說這個 Marsier Marsier Sorry 走音 因為今天實在有點累 但是我看到這個 Twitter 我覺得 真是說得很好 很想和大家分享 他就說 這個季前賽 表現得相當出色的球員 除了有時的把握能力 都是差一點 之外 他就說我們看到 Marsier 尤其是在沒有球賽的時候 他的走位 他的決心 都是很大 尤其是 他作為一個 坦克踢法的九號仔 他 Marsier如果要倒後的時候 他就要找一些 Pocket 兩個伏手球的中間位 他就說 在這幾場球 看到Marsier 真的很努力地 當他沒有球賽的時候 記不記得去年或之前 當Marsier踢九號位的時候 他一沒有球的時候 他回到中場的時候 迎球 他就沒有做這件事 根據Charlie所說 他們 在一些 手衛手衛之間 等 希望 放到那個Pocket 放到那個空位之後 就等隊友可以給他選擇 傳播 就不是說 回到很死後 就為了點一腳 可能是拆數據 他說 他看到 為甚麼Marsier 現在這幾場 和之前 他發的分別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由於他的決心大 他很多時候 會騷擾著對手的中堅 說真的 如果純粹說這個功用 我相信 斯朗拿道 也不會 比Marsier做得差 為甚麼 坦克有機會用到 斯朗拿道 其實機會就是這個 當然他留不留下 已經不知道 好 最後就是 compat shape 就是overload 怎樣可以 整隊球 迫搶 對手的球 其實 道理很簡單 做下去很困難 道理很簡單 將全隊除了龍門 之後的十個球員 基本上 他們的距離要縮疾 整班人在 一個比較小的區域裏 這樣我們一定會多個對手的球員 去搶球 但是個別的區域更加厲害 當然如果做得最好 就是十個人一起做 但未做到成功之前 就可能是三個 四個或五個一起做 慢慢慢慢加下去 其實我有時候覺得挺有趣 因為這個 compat shape 不是就是我們做 例如利物浦也會做 例如 萬成也會做 其實如果兩隊都做compat shape 其實很過癮 整個球場都會縮一塊 但是 這個 做法的好處就是 我們比較容易搶得上控球拳 但是 當我們搶控球拳之後 如果我們很快可以將轉手為攻 其實Rennick也說過這件事 但是坦克 真的令到他 執行出來 然後進攻 現在這次我們未做到的 即使我們搶到球回來 立即做到進攻射門 是未做到的 這個更加要多些 經驗 要先練習 所以這個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這個好處 壞處 就是 我們當 縮小的時候 其實 兩個中堅或者所有的防守局員 都是向前 讓對手 擺脫了這個com 擺脫了這個壁搶 很容易機會被 對手打突擊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求 坦克要求 那些中堅要快 以及位置感 很好的原因 因為當人來打突擊的時候 後防球員的中堅 例如 我用一個例子 例如 雲迪姬 這樣的話 他的位置那麼好的時候 他未必需要跑得那麼快 都可以 截斷了對手的 突擊 或者 起碼 延避了對手的突擊 在這方面 現在來說 馬丁尼斯 好像說有 比較上次 可能我懷疑他應該有些速度 但是說真的 另外三個中堅 無論是麥加亞 華拉尼 又或者是 列特洛夫 那個速度方面 都是比較吃虧 位置感也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都明白 反而 速度比較快的就是敗利 但是敗利 在build-up方面 又能做到 而且他最重要是 他傷不傷的 是最重要的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 最大的隱憂 這個隱憂 再加上 一直來的 迪基亞 不是太喜歡 出來 迎波 所以 除了後面的build-up 已經改了之後 其實出來迎波也真的多了 因為都是那句 大家明白 又退一退 不是 用這裏 我現在要 給我退一退 不差了 即是說 如果 三個防守球員 譬如 馬丁尼斯 6號 譬如麥加亞5號 和大陸子 就算回來幫忙 他們兩個被人打突擊的時候 他們的龍龍龍門 是很遠的 迪基亞就要很早 衝出來幫忙 把球殺走 也要殺得準 當然 差不多做了清道夫的工作 這樣 可以暫時解決了 中堅不夠快 但是如果中堅不夠快 迪基亞出得慢的話 這就是我們曼聯的最大的破綻 在防守方面 暫時大家都知道 中堅不夠快 迪基亞也不夠快 所以 這就是我所說的 為什麼我覺得曼聯在季初 都肯定 失球數字 不會太英俊的原因 所以 我們就 以 自己的長處 希望可以掩蓋到 短處 就是 第一 前線的球員 做一個compact shape 即是 將它縮小的時候 真的希望 搶到球的機會多些 第二 就是 當我們做到進攻的時候 B up 到的時候 入球真的要把握能力好些 每場球都 assume 或者當自己輸了兩球 這樣的話 我們才有機會在季初有得好成績 首先 我覺得這幾樣東西 都說得很對 還有 很有 條理的分析了 所以很感謝Charlie這位 朋友 另外 我也希望 Tankh 無論在 中間的位置 這麼重要的位置 看看怎樣可以找到 他的寶藏 因為我覺得 我就當敵裝不來 我自己個人 以及在防守方面 做到多少 最後 就是 那個進攻 Benny 這個進攻教練 Benny McCarthy 是否真的可以令前鋒 更加濕成 這幾樣東西 如果做敵的話 真的是樂觀 但是 很大挑戰 每一樣都不容易做 各位還有其他的 隊形方面 看到的東西 請你們留言 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你們的留言 說了很多其他項目的話 我嘗試做一集 逐集 就是說大家 各位霸友 看到 為甚麼 我們 覺得 對球打得 更有隊形 以及實際上 你們看到 甚麼情況 是證明到 這件事 OK 今天這次來聊了 多謝各位 收看你們收看 拜拜